在绍兴上榆区当地积极发展水果休闲产业 从春季草莓 桑葚 蓝莓 到夏季水蜜桃 葡萄 再到秋季猕猴桃 冬季冬桃 冬枣 一年四季上榆的四季坚果水果都牵动着游客的未来 也承载着村民增收支付的希望 眼下正是水蜜桃丰收的季节 果农们又开始忙活起来 这两天 绍兴上榆区丁宅乡的果农陈国林 忙着为客户采摘打包水蜜桃 据陈国林介绍 去年五亩多的桃林给他带来了五万多元的收益 对今年的销路他也不担心 如今水蜜桃已成为致富小果 据了解 上世纪90年代起 丁宅香将水果产业 作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突破口 近年来 该乡建立农科技实验和推广事办基地 成立四季鲜果休闲协会 统一注册丁赞商标 联合阿里蚂蚁金服开发智慧党建加农业区块链服务平台等 同时 随着桃花节 桑果节等节会 以及户外标准绿道等多项配套设施的落地 来这里游玩采摘水果的游客越来越多 小小的果实撑起了果农们的制服梦 六年前 在外经商的黄岳飞夫妇奔着丁宅四季鲜果招牌 回来承包了三十余亩地 种下了水蜜桃 冬桃 攀桃等水果 靠着自己多年精心打造 和政府帮忙宣传吆喝 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据了解 当前丁宅湘正全力探索 以四季鲜果串起休闲采摘油 以采摘油拉动现代农业 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之路 2019年 丁宅湘累计接待游客40万人次 销售四季鲜果5000吨 带动农业和旅游收入3000余万元 今年 丁宅湘将启动投资8000万元的 四季鲜果农业综合体建设 以数字加农业的方式提升产业融合品质 助力打造乡村新业态 新闻大直播编辑报道